歡迎來到吳董談大選 大選看吳董 2020台灣選個好總統 我是RJ 我們今天歡迎我們的主獎人 吳子佳董事長 阿姐好 各位網友大家晚安 還有我們的特別來賓 宜芳小朋友晚安 你從來講怎麼說小朋友 他看起來很可愛 我差不多贏爸爸的你回來了 對 我們今天歡迎是 前台北市政府社會局的基要 蔡宜芳 錢就已經辭職了 已經離職了對不對 已經確定離職了 所以現在也沒有收入了這樣 好慘喔 你是不是民眾黨的發言人現在是 不是不是 雖然是五月遊民 戴業宗 戴業宗 對 歡迎當我們的固定來賓 如果網友贊成的話 是 所以這個真的要選舉很辛苦 來 那我們還是快速的進入一下 今天的這個主題 因為各位觀眾今天這個主題 算是標誌的一個重大事件的 起手勢的發生 今天這個郭台銘 董事長他這個 郭台銘先生宣布退出國民黨 確實宣布退出國民黨 這是一個重大事件的開始 所以大家也都非常期待 董事長會怎麼來講這件事情 所以董事長這標誌著什麼事情 這個郭台銘宣布退出國民黨 等於是說他這個對 等於國民黨分裂的第一步 是 因為他選舉 他退出第一個動作 再來就是連署參選 第三個就是登記參選 是 他連續有三個動作 是 最晚一天的這個 連署的登記日是 9月17號 對 9月17號 今天他先宣布退出 宣布退出的一個 非常好的台階 就是昨天的這些 國民黨大佬的一個共同聲明 還來得比較精采一點 是 所以國民黨實在很差 然後搞了一堆人 一堆人牽制了 對 那個就讓郭台銘 可能就是有點提前發動的味道 但是看起來 今天的郭台銘 好像確實準備不是很充分 對 因為今天還在寫 對 因為我想他應該從 7月15號開始 早就應該把這些稿都準備好了 他都在劇本一篇一篇 因為我們這種專業政治工作者的話 各種的那種 各種的想定 對 早就應該是安排著 照一個程序去進行了 今天看起來是有點慌亂 就是說 當然到晚上下午以後 郭台銘本人寫的退選聲明 比較像話一點 是 但我還是覺得很遺憾 你可以把那個退選聲明 簡單的來介紹一下 好 那各位觀眾 這個是他親筆寫的喔 他親筆寫的那個退黨聲明 董長他說 他這個時候發布退黨聲明 他不是沒有掙扎 他說在情感上 沒有辦法跟國民黨並肩作戰 感到有點惆悵啦 但是理事實上 他知道他在做一件對的事 一件會翻轉中華民國命運的大事 那我再給你提一下 這句話是他的核心話 是 我知道我正在做一件對的事情 一件將翻轉中華民國命運的大事 對 好 這個很好 這個我非常肯定他這句話 就是他終於把他的這個使命感 跟他的這個願望 在這邊做一個非常簡單的表達 但是這個表達就是說 所以他不應該是一個退黨聲明 是一個 郭台銘要準備去翻轉中華民國命運的大事 的一個聲明才對對不對 結果這裡面談到的我覺得翻了兩段 他有講到權力分贓平台 就是說國民黨不該成為 個人利益或權力的分贓平台 然後第二點 又再重複的發現一個 他再努力也撼動不了 現有的國民黨的分贓 與腐朽文化 我覺得這個後知後覺吧 國民黨的分贓與腐朽文化 應該有百年歷史傳統 要給人家知道這事情 這裏破的事情嘛 這個是三父乳皆知的一個 惡劣傳統嘛 結果郭台銘到了 他將近快70歲才發現這個事情 而且他參加國民黨多少年了 他都幾十幾年 反正他從小 包括中黨愛國的警察家庭 所以他爸爸也是 警察可能也是國民黨 我曉得 所以他們家好幾代國民黨 結果他居然不知道 國民黨是一個分贓腐朽文化 到了2019年 他突然間發現 哇 這個郭台銘的IQ 我覺得有問題 我覺得柯P是不是要考慮一下 你支持錯了一個人 他居然對國民黨的這個腐朽文化 沒有啦 因為他沒有分贓過 他沒有參與分贓 對 他沒有參與分贓過 所以他不知道 這就是國民黨團體來騙國民黨 包圍起來欺騙 郭台銘這個人 對 所以我對這一點 對郭台銘 對國民黨的理解的那種能力 我非常非常感到遺憾 知道吧 這一點 而且在今天 在這裡提到 對國民黨的痛心 跟國民黨的分贓 跟國民黨的腐朽 而作為這個本篇聲明的主題 跟他剛剛談到 搬轉中華民國的大事 命運的大事 這兩件事情 孰重孰輕 是 對不對 這個太離譜了嘛 今天我一看的話 我一定是要講是 雖千萬人無王也 對不對 這有一個這種 荊蚵赤秦王的這種勇氣 自反而恕 他應該有一個 非常大的這種願景 然後非常大的志向 讓人感動全台灣人嘛 結果搞了一個 國民黨分張文化 有看完 我看這句話我就準備吐血了 好 我們再看下一頁 你看看我們郭忠亮怎麼評論的事情 好 這個是今天 郭忠亮委員在香港信報 他寫的一段話 沒有 明天燈 明天燈 還沒有單字是不是 給我攔截到 我先把這一段 你先給大家聽 好 我先唸給大家聽 魯迅誠說 悲劇將人生的 有價值的東西毀滅給人看 喜劇將那無價值的撕破給人看 郭台銘將還有剩餘價值的 國民黨毀滅給人看 將無價值可言的韓國瑜 撕破給人看 既是悲劇 也是喜劇 哇 這個郭忠亮委員 他文青 他變成文青了 你看我們郭忠亮寫得多 郭忠亮寫得這一個文章的開頭語 就比這個 就一直到民進黨跟國民黨的高下之分了 可是郭忠亮將來有機會的話 可以去擔任這個 這個郭台銘的 文靠 文稿小組召集人 但是他會被開除當地 因為我也會這個 所以你就知道高下逆判不同 這就是民進黨跟國民黨吵了 然後另外一個就是說 我有一封沒有寫出去的信 我本來想說對 我本來想寫文章的 想寫文章後來我最長天想 其實我在7月15號就寫好了 主題是假借說要寫給郭台銘的一封信 為什麼寫給郭台銘的一封信呢 這個現在主題是什麼呢 我現在就簡單 用口頭上做個簡單的解釋 我認為說 這個在今年的最有趣的一件事情 就是國民黨的初選 你知道嗎 因為國民黨的初選 國民黨在整個百年大黨 突然間殺出了一個郭台銘 然後郭台銘提出一個 以這個國際關係的格局的變化 而有看到了台灣未來 有重新翻身的一個可能性 就是他剛剛講的中華民國的大事情 就是說 中美貿易鬥爭之下的 台灣重新再起的一個機會 這個是一個 郭台銘的論述的一個核心點 我認為 這個是一個非常有競爭力的產品 那郭台銘這個產品 放到了國民黨這個將綱裡面 居然被韓國瑜打敗了 所以我發現一個什麼事情你知道嗎 這是我曾經講過一句話 這句話是毛澤東講過的 說共產黨是來自於歷史 將來共產黨也會回到歷史 這是毛澤東親口講的 這句話什麼意思呢 國民黨來自於歷史 我們今天看到了 國民黨要回到歷史了 你了解我意思嗎 因為國民黨一個百年大黨 他有可能在復興的時候 突然間出現一個郭台銘 然後郭台銘跟韓國瑜 在鬥爭的初選的過程當中 我們看到了 國民黨有可能 承載著台灣重新再起的 歷史的一個角色跟使命喔 這個時候國民黨非常重要 結果居然被接電話比賽打敗了 你知道嗎 這個是太荒謬的一件事情 然後再來的是他國民黨的黨主席 吳敦毅對不對 對 吳敦毅 吳敦毅能力之差啊 他是台大歷史性的你知道嗎 是 他對台灣的歷史感 對台灣人的歷史的苦難的過程 跟民進黨在裡面扮演的角色的荒謬 到今天有一個機會 可以讓這個波亂反正 叫優勝劣敗的一個可能性 讓我們年輕人 讓我們有機會迎接到 這個中國崛起的挑戰 而釋放出來的機會 這是個最關鍵關鍵時期 郭台銘其出這個論述喔 是 結果被國民黨棄之如必喜 是 把彈在頭上把他撞成本手 對 然後郭台銘自己本身 他在整個退選聲明裡面 這一句話談到要翻轉中華民國 所以他也陷入了國民黨的 他在憤怒國民黨的腐敗 這個事情跟他的 要翻轉中華民國的命運 兩件事情等量齊觀喔 他在同一個文章裡面寫了兩件事情嘛 所以郭政上寫得多好 是 是吧 郭台銘將 還有剩餘價值的國民黨毀滅了 就是國民黨的剩餘價值 是 沒有價值的韓國瑜失破給人家看了 因為韓國瑜的真相大家看到了嘛 對 他就是一個 滿大人 不是 他叫做痞子啦 痞子英雄 我應該這樣講 韓國瑜不管怎麼樣 是國民黨的正牌的參選人 所以他說這個是悲劇也是喜劇 悲劇的部分就是國民黨 要走入歷史啦 是 那喜劇的就是說 韓國瑜的真相會被人家看到 那韓國瑜的真相 從今天就是第一天 就韓國瑜從此 從現在開始已經確定了 韓國瑜的敗選命運 是 因為國民黨一分為二嘛 一分為二的國民黨的結果 在任何情況之下 已經不可能勝選了 絕對沒有可能性了 然後在這個情況之下 今天晚上應該最高興的 目前應該是蔡英文啦 蔡英文團隊應該是可以開始開香檳 哇 這一下好了 國民黨分裂了 國民黨分裂是一個歷史上的大事情 可是他不是第一次分裂 他已經分裂了 如果這次算分裂算第三次 這一次分裂的情況跟過去不太一樣 他第一次分裂是新黨分裂嘛 對 第二次是宋楚瑜分裂嘛 對 對不對 第三次分裂是這一次郭台銘分裂 這個悲劇的命運是什麼你知道嗎 這一次國民黨沒有錢 喔 國民黨完全沒有錢 對 而且一個大金主還離開國民黨 國民黨沒有錢對不對 然後今天又確定了 韓國瑜會落選了嘛 韓國瑜落選今天被確定了 然後國民黨沒有錢是事實嘛 然後郭台銘的出走 會讓這個國民黨 就兩個情況嘛 一個是郭台銘當選 郭台銘或蔡英文當選嘛 如果郭台銘當選的情況之下 國民黨就是一個 就是被毀滅了嘛 被完全毀掉 如果蔡英文當選的話 那更別提了嘛 國民黨就走入歷史了嘛 因為就是郭台銘加上蔡英文的力量 徹底把國民黨推進歷史的焚化爐 會變成這兩個故事 那這兩個故事的發展結果 都不是對國民黨有任何一點發展 可能性的或有任何生存的可能性 這都沒有了啦 所以今天等於已經決定了 第一個韓國瑜失敗 第二個國民黨大概結束了 這大概是主要的一個發展 那剩下一個懸疑的題目就是說 郭台銘會不會當選 然後柯皮扮演什麼角色 然後蔡英文扮演什麼角色 這是未來我們後來 可能要考慮的或發展的一個新的篇章 那我認為這個裡面還有很多的 可是我也想聽聽看宜方對這個 後續因為你在柯陣營裡面 在柯來幫這個郭的話 你覺得是不是能夠搬轉中華民國的命運 其實我個人是這樣看啦 就是郭台銘離開國民黨 不見得代表他會參選 這是第一件事情 對 他今天傍晚有說 不見得他會參選 當然這是一塊 那為什麼離開國民黨 我想他心裡應該是百感交集啦 就是在封信上寫的 的確他對中華民國是非常堪憂 因為其實剛剛一直在講 裂解 裂解國民黨 其實不是 是台灣原本就被裂解了 為什麼 因為其實在台灣裡面的每一個人 都是台灣人 中華民國人 可是我們的藍綠 統獨議題 一直在把台灣人給分裂 裂解 所以反而是我在思考的路線是指 就是為什麼他們的slogan會是什麼 台灣重開機 中華民國重開機 就是這種概念 反而在這次的選戰中 變得非常重要 因為我們都列合久必分分久必合 其實我一直在思考 到底怎麼樣 他們才可以走出一條 真的中間路線 然後這也是市長一直提的 其實如果說 我們沒有在統獨中間 拉出一條線的話 那是統是獨就從來不是 我們能夠決定的了 所以我們必須要讓我們的 不管是內政 不管是經濟 不管是民生 拉起來 這中華民國或台灣 才是希望的代表 我知道你要講什麼 你要講科技在講的 他說他要拉在藍綠之外 拉一條維度出來 我覺得是這個樣子 就是x軸之外 他會拉一條y軸出來 不過剛剛董事長的問題是這樣 他的問題是說 你覺得這個歷史事件 接下來的發展 會往哪個地方去 這個是在考你的政治直覺 如果以我的看法是這樣 其實 你說裂解到國民黨 其實我真的認為 國民黨他原本就是一個分裂的組織 因為他們都有各自不同的派系 不同的頭 其實民進黨也是一樣的狀況 你覺得真的所有的民進黨的人 都這麼的挺同一個候選人嗎 其實他們的裂解的關係原本就存在著 那郭台銘之所以說他裂解掉這件事情是只是因為他有 中華大學材料工程是不是 對 是不是材料工程 對 我們材料裡面有個名詞叫水 知道嗎 這類因力 對 你講的就是說 這個在 對 在這個國民黨的類因力原來是存在的 對 原本就是 我們要怎麼樣消除的因力 一般我們用加溫嘛 回火嘛 Temper對不對 對 所以他們那天 所以如果外部的加溫 可以讓它可以結合得更緊密 所以他們昨天就在講啊 如果給它壓力的話 它會分裂 是不是這個意思 那現在外面的壓力更不夠大 他們昨天狀況應該是這樣子 就是他們不是寫了 大家都寫了一個 國民黨不是一群人寫了一封信 然後希望郭台銘不要分裂嘛 那我覺得這個東西才是分裂的開始 為什麼 因為那時候那種感覺是 我今天是國民黨的人 可是大家卻 欸 你們卻 好像什麼人在 人在朝廷 心在旱 或是什麼 然後大家去挺你們自己支持的人 那我相信 如果今天是我 我也會離開這個黨 你說那一封信 董事長你贊同這個看法 我剛才講的一個問題 為什麼你知道 你大概不曉得我的背景 我是台北工廠礦眼科 也是材料工程 對 所以你是清華的材料 所以他剛剛講的是對的 這個叫做Strees Strees 這個就是內應力 國民黨內部的內應是存在的 它其實很脆弱 非常脆弱的一種結合 我認為國民黨是個詐欺集團 這個內應力 隨便一波動的話 它就分裂出來了 是 這個中間的其中的條件 是 郭台銘只是一個 必然發生的一個出口的現象 所以董事長的意思是說 今天即使不是郭台銘 也會有另外一個人 來讓這些事情發生 就是一種力量 對 因為這個是物盡天責 自然發生的一個事情 是 好不好 好 以上是我們這一節的 這個武董談大選 等一下 這個一方要來過我們 武董談大選的18同仁證了 那我們等一下 18同仁證 對 我們的QA是我們18同仁證 好 等一下吃雞的來囉 等一下我們馬上回來 來 歡迎回到武董談大選 各位觀眾 歡迎來到武董給你飯 武董在你飯 那今天呢 會變成這個 宜方在你飯 不過方方先不用緊張 因為第一題是問董事長的 我們先來進行第一題 來 我要請問董事長 這個台灣重開機是為了年輕族群 可是他有講到30歲到50歲 這個是要壓力世代 他說我沒有轉機的機會 這真的很壓力 上有父母 下有妻小 那個真的三明治 這個壓力也很大 現在一個問題就是說 這個簡單講 所有一切的努力 是為了國家的發展 對外來講的話 對內來講的話 是要解決所謂的社會矛盾 社會矛盾也就是階級的矛盾 階級的矛盾 你看這次韓國瑜的崛起 他背後就階級矛盾 階級矛盾最深的這種年齡層 應該是屬於兩極化的 一個年齡比較大的 一個年齡比較輕的 30到50歲這個部分來講的話 或是50歲到40歲上下10歲 這個年齡層是比較穩定年齡層 因為大部分都是結婚生子或取婚生子 而有一份安定的工作 沒有人會想要有太大的變動 但是問題是未來20年的台灣 絕對不可能用過去或是現在 現有的經濟模式來繼續發展 因此一定是有一個新經濟模式 那個新經濟模式就有新的產業 新的科技產業要能夠支撐 我們台灣的未來發展 新的科技產業機會點在哪裡呢 其實是在中美貿易的衝突 中美貿易衝突或是說中國大陸的崛起 遭到全世界的杯葛的情況之下 有產生一個新的科技產業的 一個安排的可能性 台灣剛好在地理位置上 在這個人文背景上來講的話 可能是最好一個妥協點 因此郭台銘的背景 他有可能能夠接受到這個機會的可能性 那至於說30到50歲來講的話 是一個尷尬的年齡層 如果30到50歲的年齡 我曾經在正式的這個場合 有問過這個問題 我有一次問了 我在某一個電視節目上 我直接問到郭台銘這個問題 因為20到40歲這個年齡層 我們很容易解決掉 30歲以下你要去再創造 再去培養所謂的second profession 所以說第二專業 這個可能性是存在的 但是到了40到50歲的 非常非常困難 不可能啊 已經不可能了 你可以給他很多機會 但他就辦法接受 老狗學不了新把戲 不是 都跟學習沒關係 不是 我六十幾歲 還在學新把戲 老狗還在學新把戲 老狗還在學新把戲 不是 我的意思不是 他因為有生活壓力 對 他有現實的壓力 讓他沒有辦法擺下來去做學習的工作 這時候來講的話 他要面臨到新的產業的時候 他自然就被淘汰掉 沒錯 沒錯 所以這個時候要有一個特殊的安頓方案 我在這個東升的一個節目上 在好像是那個阿關的節目上 我有直接問過郭台銘這個問題 郭台銘的回答我並不是非常滿意 因為這個是要有非常非常精準的人口的調查 跟實力的調查 包括區域的這個就業的分布等等的情況之下 然後去做一個非常妥適的安排 是高難度而且花很多錢 而且效果非常不好 這就是我想著說 這個會有一些世代的衝突的可能性 未來是潛在性的存在 好 方方簡單講一下 如果這個問題你覺得 你要怎麼樣服務30到50歲的選民 30到50其實是我們的中生代 也是我們其實現在壓力最大的一群 對 那怎麼樣讓 其實他們尚有老 所以政府要該做的事情就是 要怎麼讓他們的老可以照顧老 然後讓老這件事情 不是一個 讓老照顧老 很恐怖耶 對 而且陪伴老啦 我覺得照顧老 陪伴老 而且這個東西 老並不是一個標籤不好的詞 而是老的有光榮感 所以這群 這段過程的 50歲以上的這個世代呢 其實是我們以前打拚的那個世代 對 郭台銘那個世代 就是打拚台灣往前走的那個世代 那這個世代其實他們有非常多的經驗 跟累積 然後他們應該是要老得有價值 所以變老是一件好事 政府應該讓他們的一些養護啊照顧啊更好 就是解決我們30到50歲壓力的一段 那再來就是我們的小朋友 因為小朋友是我們未來國家的主人翁 其實政府最應該做的就是 幫助長輩跟幼兒的環境變好 因為下一代才是我們之後的生力軍 那中間這代呢 中間這代30到50歲 應該是讓他們第一 因為我們以前都是加工啊 bla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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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我們要怎麼樣產業的轉型 跟產業的升級 30到50是一個很好配合的年代 因為他們介於中間 你說老也不是太老 但有經驗 那30歲剛出來的是 他們有創新的能力 那怎麼樣互相搭配 我覺得是台灣的希望 所以台灣可以重開機 好 OK 我們要下一題 OK 董事長在問你啊 董事長他說 如果可能郭董有沒有可能 動用人脈救回李孟居 沒有 這個能力 因為他現在所用理由是國安理由嘛 那國安理由來講的話 我認為這個案子的背景比較複雜 因為這個人本身好像他長期 對兩岸的這個學術界 或是兩岸的這種交流 他都有參與啦 換言之講他是一個藍色背景 然後比較親中的一位人士 然後突然間去了香港然後被逮捕 然後進到大陸被逮捕 他是進到香港被逮捕 進到香港 他沒有去大陸嘛 沒有他在香港被逮捕 對他在香港被逮捕 所以那這個人 我就覺得這個事情有點怪 對 有點怪 因為他本身是藍色背景嘛 對 然後這個國安理由這個事情 因為現在在台灣鬧大了 對 我覺得不要急 大概未來在幾個月內 或是選舉 我認為應該不會太急 我覺得國安理應該要會安排 會再公布更多細節 包括他的居留的看守所的地點 包括他開庭的時間 會有一點類似像李明哲案件的處理方式 但這個跟郭董一點關係都沒有 郭董沒有能力處理這種事情 誰都沒有辦法處理這種國安的問題 反過來看啦 這個問題的背後 應該要談到的是說 為什麼民進黨政府 沒有能力保護我們的人民 這才是我們大家要討論的問題 因為最有資格處理這種事情的人 是政府 就是陸委會 或是我們的海區會 結果我們的海區會跟陸委會 都在跟我們的人民解釋 這個事情是怎麼回事 或是去修理 施責 你看我們的陸委會的這個發言人 就是那個副主委 秋捷正 今天又做了一篇很簡單的 很兇的 就去指責中共的殘暴部人 大概就是這樣子 所以台灣政府變成很悲哀 當我們的國民發生生命財產安全的時候 我們的政府能做的事情只是罵人 所以這就是一個 目前民進黨政府特殊無能的地方 這一點來講的話 可能會變成選舉中一個非常重要的議題 好 我們看下一題 吳董 韓粉在固化當中 但是我們一直在批評韓粉跟英粉的時候 是不是也讓我們支持的族群固化 這個問題我不太懂 這是什麼意思 他意思說同溫層很厚 然後沒有辦法突破 我們沒有辦法說服其他的 韓粉的 因為韓粉的同溫層 是從民調上看出來 已經往年齡大的方向在發展中 所以有數據來證明韓粉在固化中 那英粉沒有耶 英粉反而年輕化 英粉在擴大 英而所以很 英粉沒有擴大 沒有 英粉完全沒有固化 英粉在擴大 因為剛好碰到前段時間撿到槍嘛 然後香港的事件 那我們抗中的情緒不斷的成長 所以英粉並沒有這個現象 那韓粉跟外部環境也有關係 固化也是因為我們的反中抗中的環境 造成很大的固化 董長 他的問題應該是在問說 您覺得柯粉有沒有在固化的狀態 沒有 柯粉完全非常活潑的 柯粉的年齡層很低 柯粉是20到40歲的年齡層 所以柯粉一直到投票前一個禮拜 可能都會有變化 因此大家在爭取柯粉的這個支持當中 要非常的小心謹慎 你不要 柯粉不要覺得說 這個已經沒問題 沒這回事 可能最後兩三天會產生變化 一方你會不會擔心 柯粉的這個同文城太厚 以至於沒有辦法擴散出去 不會 因為中間路線 務實是市長的那個 的一貫的作風 那柯粉呢 他其實有一個概念 就是說 柯粉非常理性 也就是說他今天可能跑掉了 但他明天會回來 對 所以他的那個中間 其實柯粉還有 其實柯粉不只是年輕人 其實我們在路上走很多阿公阿伯 對 阿嬤 阿姨 他們也很喜歡柯文哲 因為他們覺得 這是唯一有在做事的人 所以你看起來 你的看法跟董事長一樣 你不覺得柯粉有固化的傾向 不覺得 而且柯粉的流動率 也是很快的 就是他們會擺動 因為他們就是中間那一塊嘛 他們不是最深的 最深的就會容易固化 深藍深率是固化的 因為他們原本就有他們 堅持的理想跟理念 那可是中間這一段呢 每個人的看法會不一樣 好 以上是這一集的 武董給你問 宜芳 宜芳 等一下我們馬上回來 第二段的18同仁證 歡迎回到武董談大選 各位觀眾我在這邊還是提醒一下 我們9月17號就是下個禮拜二 我們在中立場 在桃園場的這個柯粉 在武董談大選的見面會 我們的報名現在來進行當中 所以請大家可以看我們畫面中的QR Code 掃描QR Code來進行報名 或是直接在我們的這個節目資訊的下面 我們也直接貼上連結 各位可以直接趕快來報名 因為只有500個位置 因為我可能要提醒一下 因為今天有一個記者問我一句話 我突然想到 桃園9月17號會不會有神秘嘉賓 是 我都沒想到這個問題 可是因為這個決定者不是我 這個是柯P決定的 柯市長決定 柯市長可能會突然間 邀請另外一個神秘嘉賓 同時在我們那場出現 所以桃園如果說是當天 有意外的這個嘉賓出現的話 請大家要密切的觀察 所以我還是請禁告我們桃園的網友 報名重述 今天快點快點把它登記 因為我們昨天登記了大概100多個人而已 對 所以還有300多個機會 今天快點來登記 所以各位觀眾 請大家還是趕快去報名 請大家放心 這個神秘嘉賓 絕對不會是屏東的立委中嘉賓 是真正的神秘嘉賓 沒辦法 對 對 對 好來我們現在進入 武董貨立門 方方載立門的第二階段 來我們先進行第一題 這一題是問這個方方的問題 她問說 請問蔡宜芳 現在柯P自己的民調都不高 尤其很多人都 年輕人都變心了 幫不了妳太多啦 妳要如何提高自己勝選的機會 OK 首先柯P自己的民調不高 我覺得這是短暫的 因為現在的狀況是撿到槍嘛 就是有人撿到槍 從撿到煙又變撿到槍這樣 那柯P的民調不高這件事情 其實我覺得市長自己也不是很在意 因為民調就是參考用的 那如何提升自己 我覺得不是想提升我自己 而是說提升民眾黨的當選機率 那我覺得本來每一個候選人 就有不一樣的想法 跟不一樣的政見 並且不同的區域有不一樣的狀況 那這件事情呢 不管是分區或是不分區 我覺得是要以他們提出來的議題 跟提出來的想法 還有勤走基層 走入基層的狀況來而定 不一定只是母雞 母雞重要 小雞更重要 小雞自己本身也要當自強才行 我打給蔡 你這是要選立委嗎 你是候選人還是還沒有決定 我目前 黨還沒有成立 我目前還不是候選人 黨已經成立了吧 黨還沒有 泡完流程 所以你那段時間是誰跟我講說 你要挑戰費洪泰 新聞都這樣講 新聞都這樣講 費洪泰幾歲 費洪泰幾歲 快80歲是不是 對 對 費洪泰快80了 不是嗎 那你幾歲 28 對啊 28挑戰80 費洪泰不行啊 28挑戰82 哇 這實在是好話題 費洪泰 這會被他告 費洪泰70歲了 真的嗎 太染頭髮了 跟我一樣 跟我一樣太染頭髮 所以我覺得你去挑戰 你挑戰費洪泰太可惜了吧 是 不然他要挑戰誰 林玉芳喔 不是啦 費洪泰那麼辣 也拜託一下 怎麼是蔡宜芳去挑戰費洪泰 這不像話啦 對啊 他那一句還有許書話 吳思瑤啊 為什麼不去吳思瑤呢 吳思瑤那一句可能學姐吧 學姐算了吧 學姐當副總統吧 哦 應該當副總統 是是是 我覺得你去挑戰費洪泰 沒有去不會贏耶 是 費洪泰不值得挑戰啦 費洪泰讓國民黨自己去 讓他自己去挑戰他 費洪泰是一個非常古板的 然後非常傳統的 一個大學教授 然後國民黨的黨員 你知道嗎 但那個地區啊 你不可能贏他 而且你也沒有辦法 掀起什麼旋風 你應該在這個選戰當中 打出一個你自己的風格 你知道嗎 不過董事長 那一區就是呱吉的選區耶 是 所以你要用網紅來打贏這樣 對 而且他長得比呱吉好看滿多的 不過董事長 這個問題也請教你啦 他現在都要講說 柯P的民調 柯P的民調 不過大家有個誤解 柯P民調沒有布告 好 因為民調來講柯P一直維持 現在我講很簡單的 就是兩端 這個兩端 就是說 現在目前就是35比35 所以國民黨跟民進黨 然後中間的只剩下大概30左右 但是嚴格講的話 如果兩黨極端化下來 到12月份的情況之下 變成25對25 黨跟黨的基本盤會下降 因為要極端化 就變成深綠或是深藍 極童跟這個極竹 所以中間會出現50% 50%裡面大概30%不投票了 所以柯P是穩定有20%中間盤的 所以大家不要搞錯了 現在是回歸 因為藍綠對次升高 所以回到了淺藍淺綠去的 淺藍淺綠這個東西就會回來 這個到12月份就會出現了 根本不要急這個事情 現在柯P要重視的事情 不是這個事情 是台灣民眾黨 到底怎麼樣跟郭台銘互動 才比較重要 我還有一點 剛剛蔡依芳講說 郭台銘不見得會選 是 你是不是這樣講 這個我們就沒有討論價值了 早了半天郭台銘不選 他跟你講了嗎 就上海邊講 就是上海邊講 他一定會選 郭台銘這個人怎麼可能不選 郭台銘是一個厲害的角色 他好不容易逮到了 他要去做翻轉中華民國大事情 就是要來當中華民國總統 只是說他選不上 我認為目前他選不上 柯P的輔導的力量 能不能讓他選上 所以我現在建議就是說 如果蔡依芳要來挑戰 費洪泰這種老咖的話 那第一個你的方式 我建議你一個 第一個還有民眾黨 所有要上電視的每一個候選人 請你們要改掉一個講話的習慣 什麼習慣 要變成一針見血 不要在説來説去 都聽不懂 破題法 就是郭台銘一定會選 然後柯P一定會幫他 會不會選上 就是郭跟柯之間如何謀合 問題還大得很耶 所以主要是要靠柯P 柯P如果不幫他的話 郭台銘當然不會 當然不可能慎選 所以我認為這個問題 其實是個假議題 是 好 來 我們看下一題 下一題是問 因為董事長因為禮拜三 就是昨天那個議會開議 市議員都一直咬著 這個市政黨政公私不分 他指稱民眾黨公氣私用 甚至逼迫民眾黨的成員辭職這樣子 這個問芳芳 請問民眾黨對這部分的應對 跟澄清能不能跟我們說一下 首先我覺得有一件事情 蠻重要的 妳是不是因為這樣才辭職 不是 不是 跟他們沒有什麼關係 我在他們還沒咬市政之前 我就先辭職了 真的 對 董事長差一點步是不是 作賊心虛是不是 不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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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為什麼辭職 我這樣講 老男人跟你幹到底了 沒有沒有沒有 苦無機會 跟你搶賭 怎麼落跑 沒有沒有 應該這樣講 首先應該是要先思考一件事情 就是當然我們不會想 造成長官的困擾啦 那今天被江上去打的也不會是我 一定是我的長官 那第一是 我們做秘書 做機要的角色的夥伴們 我們本來就不會希望 造成長官的困擾 當然這是一件事情 第二件事情 是我本來就有人生的規劃 不見得一定要待在市政府裡面 那我覺得這才是我們想要辭職的原因 那我覺得議員啊 就是這樣子其實有點好笑 因為你應該是要關心市政議題 而不是關心誰在誰不在 誰吃吃了沒有 他今天講那件事情 其實也有他的道理喔 你說 他說如果有市政府的官員 要去當部分區或者去選舉 會不會影響市政的推行 我覺得如果以議員的角度 來看這件事情的話 就是合理的 那我們就要先思考 他們推出人選了嗎 你在他們還沒推出人選之前 就先懷疑別人 那是誰的問題啊 哪一個市議員 好幾個 好幾個 戴錫青啊 吳士正啊 王浩啊 秦惠珠啊 秦惠珠啊 都拿的嘛 對對對 沒有啊李建昌也在問這個啊 李建昌也在問說 你們民眾黨的黨部 是不是在台北市議院 那如果這樣講的話 如果這次要代表 代表出來參選立委 是不是全部的市議員都給辭職 那如果你們不要代謝參選 那我就覺得我佩服你們 那你們來罵這件事情就有用 但如果你沒有要辭職 你還是要代謝參選 那你講這個 我就會覺得你很憤怒 這是一個很好笑的事情 一隻手指變的時候 三隻手指自己 那就大家可以看一下 到底誰會辭職呢 好 剛剛那個 宜芳回答了一個很funky的問題 好等一下我們馬上回來 來 歡迎回到武董談大學 各位觀眾 我們要進入 武董草莉門方方宅莉門的最後一段 所以我們趕快進入問題 來 第一題 請問董事長 有一種說法說 如果英韓對決 現在蔡英文大幅領先 撒卡都的話 這撒卡的差距會縮小 所以對韓相對有利 請問這種說法合理嗎 第一個就是郭台銘團隊的這個 我們講兩個團隊 一個叫做競選團隊 一個叫做國政團隊 治國團隊 這兩個分開 現在目前看起來的話 三個陣營裡面的競選團隊 最強第一名的是蔡英文 那沒有話講 整個新潮流系統 包括鷹派的系統 那個是非常會打仗的一批禁旅 非常強 然後第二個 韓國瑜部分來講的話 你可以看到非常清楚的 韓國瑜本身其實也是會打仗的 他現在目前每天在打仗 他打誰你知道嗎 打國民黨內戰 這是三軍不發 他不動 他不動如山 讓你國民黨整個選情崩潰 整個崩盤掉 然後他拿到國民黨的絕對主導權 所以韓國瑜現在積極在打國民黨內戰 所以故意不選舉 這是韓國瑜目前的打法 那郭台銘來講的話 是三個團隊裡面 最爛的一個競選團隊 因為聽說 柯文哲要當他的這個總幹事 我覺得這個不可能的事情 沒有 他更正了 他說榮譽 榮譽 那個榮譽不重要 這可能是蔡壁如當總幹事 蔡壁如的可能性比較大 但是不管怎麼講 他就是郭台銘的團隊是最差的團隊 跨到今天的郭台銘的聲明 就是一個文字很差的聲明 你知道文字很差 但是這個跟會不會當選兩回事 因為這裏面有 這有運氣的成分太高 所以董事長 你說他文字很差 就代表他現在沒有人 對不對 我不管他有沒有人 反正他的文字比我差就對了 我就確定 沒有 我現在文字現在 沒有 他的文字太強了 現在聲音比他更好 這個是選得很爛 聲明選那麼爛 你就依附就是不想當總統的樣子 郭台銘你只好要一半都沒有 那好 蔡英文沒有大幅領先 大概已經10%左右 這個10%沙咖豬在 如果一有變化 就會立刻會調整 我講個最簡單的概念 到最後投票當時的時候 會出現兩個 一個情況 假設三個就是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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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面有10%要搶 那誰搶到那個10%的部分 誰就出現 所以差距可能1 2%選出一個總統 這是一個可能性 另外第二個可能性 就是柯平很厲害 柯平很有效的 把黃國昌找來當部分區第一名 然後把蔡英文的天然毒挖回來 蔡英文就掰開 馬上這個差距立刻縮小 然後另外第二招更厲害的 就是郭台銘如果 一直在等到國民黨崩盤 因為國民黨快崩盤了 他在打內戰嘛 他不選舉啊 現在不算崩盤 現在還沒 現在還沒 他等到國民黨立委開始叛逃 開始叛逃了 對 私下跟郭台銘見面被偷拍到 進周刊拍到 再拍到 然後國民黨崩盤了 那個國民黨崩盤還有一個原因 我請問你 國民黨會不會老闆 韓國瑜老闆是誰啊 國台辦 我不知道 萬一後面的老闆丟包怎麼辦 丟包誰 丟包忘董 韓國瑜啊 韓國瑜被丟包的 大家不要搞錯了 因為北京有一個基本目的 就是絕對不讓蔡英文當選嘛 是 絕對不讓蔡英文當選這個事情 是北京基本原則 他要不要介入嘛 要不要介入 我不相信北京不介入 是 這是第一個 蔡英文有沒有能力來抵擋這個事情嘛 反正美國也在那邊講性貿易 美國也介入嘛 所以美國也介入 但美國現在最近從 昨天我們講到John Bowden被Fire掉了嘛 對 所以美國的鷹派現在開始示威嘛 對 所以中美關係產生和解 中美關係有可能在他選舉的過程 在這個川普選舉過程當中 中美貿易協議會有可能簽訂協議的可能性 是存在的喔 如果這個前提出現的話 蔡英文就馬上撕掉一個很大的backup 你知道嗎 所以外部環境在急速變化 然後香港的事情開始 你看美國只要力量一衰退 香港很快被擺平 講得很好 香港很快的你看得好 講得很好 絕對還 路上沒人啊 警察一個比一個一個兇悍 也不知道還能冒出來那麼多警察 每一個都擁櫻擁的不得了 什麼盟武派 什麼派通通不見 所以最後還是中美決定 兩岸關係是為了中美關係服務 這基本原則 所以這個大情勢如果變化的話 郭台銘這個土包子 搞不好莫名其妙當選了 最後莫名其妙當選了 你知道嗎 因為這個東西就是很簡單 就是國... 因為台灣是個小國啦 我們必須要接受小國 是一個被大國所主宰 所左右的一個現實 應該說被世界的潮流左右啦 那你說的啦 所以我們要躲在一個最好的位置上 就是霸權 他吃你吃定了嘛 就很決定 霸權主義就是我 跟過去的殖民主義一樣 就是我來支配你嘛 你是我的地盤嘛 這跟中南北路地盤一樣嘛 你有沒有去過酒店 這邊酒店什麼 不好意思 我問你高雄 你高雄有很多咖啡店嘛 這家我為事 那家你為事 你看到要做民意代表 你又要去自然小組啊 那個公共衛生小組 他很多東西就是有人為事嘛 保鏢嘛 這個概念就是這個概念啦 這個美國就是 中美關係會為了台灣這個地盤 產生一個新的妥協方案 在選舉之前會出現 這個對民進黨會有一定程度的影響 好 精采的論述 明天趙老師又打換話給你了 來 我要第二題 董長 這個剛剛你指定要回答了 他說請問中共在11月後 那人民幣的匯率走向會不會 跟今年會不會發生經濟泡沫化 第一個人民幣匯率的走向的問題 現在已經發生了 就是跌破期這個事情已經發生了嘛 人民幣的走向到底是按照 就是說整個世界的所有的學者的看法 基本上認為人民幣沒有被 匯率沒有被操縱 但是美國財政部現在判定說 你中國大陸在操縱人民幣匯率 對 這兩個是不同的觀點嘛 對 就是世界銀行的總裁 或是都在 他的判定是不一樣的 那這個東西就涉及到 為什麼美國要這樣做 為什麼美國財政部要判定 他中共的在操縱人民幣匯率 你知道為什麼嗎 為什麼 因為美國法律規定 如果有一個國家是在操縱匯率的話 他的懲罰性關稅可以升高 可以突破現在的30的上限 我記得好像45% 可以罰更重 是 所以川普惡搞他 對 川普是惡搞他這個事情 所以人民幣的走向 其實我個人認為 還是適度的反應市場的情況而已 那會不會 這個經濟體會不會發生這個 什麼經濟泡沫化 你不是講的全球嘛對不對 對 不然他講中國 應該在講中國 不是 中國不會泡沫化 全球會泡沫化 你不要搞錯 第二大經濟體 發生重大經濟危機泡沫化的話 那就是世界期的危機 台灣也逃不掉 我跟你講 這個問題其實是 同樣的議題的兩面 我認為中國經濟泡沫化的話 有幾個重要的指標 是 那一個指標就是它的 到底它的這個 中國現在的這個 所謂的民間的債務問題 對 因為民間債務問題 才是一個最大的一個 民間債務裡面 有很大一部分 現在開始倒閉了嘛 那就是現在溫州老闆都跳樓了 所以說還有一個是國營企業 是 國營企業的債券 的信用平等也在下滑中 是 其實我覺得啦 按照中國經濟體那個量體的大小 我不覺得在今年會出現有泡沫化的感應性 然後這個事情呢 它非常的複雜 因為它的事情 不只是一個中國本身的問題 這是個世界經濟問題 所以我覺得中美都不會讓這個事情發生 然後如果真的發生經濟泡沫化的話 我告訴各位一個很可怕的事情 那就表示習近平的中國共產黨本身的統治的權威被挑戰 哇 那這個問題非常嚴重 如果有那麼大的危機出現的話 我給你保證 他百分之一把打台灣 他一定出兵打台灣轉移目標 這個是一定不會 所以這個事情都是連續會發生的事情 難得來 會來跟我們家啦 那不是那麼簡單 就結束了為一個問題了 好 董事長剛剛還有一個也很重的問題 指定要你回答 所以我們今天就最後一題 董事長他問說 這個 胡釗現在《紐約時報》說 國防部的空襲計畫 請問這是美方慫恿的 還是我們高層決定要這樣做 而且他講的是空襲哪裡你知道嗎 福建 救西郎 空襲福建什麼 對啊 連你都知道啊 對啊 那 你這句話就答案啊 對啊 為什麼你認為空襲福建是救西郎嗎 對啊 因為他也沒有重要的基地在那裡啊 他也沒有重要的政經設施在那裡啊 福建什麼東西最多董事長你知道嗎 台商最多 趕海的人最多 趕海 你又在看趕海影片 就是去海邊撿螃蟹啊 撿貝殼那種人最多 這跟海有關的 對 他不叫做趕海啦 那是趕海喔 對 他叫趕海 請問那種福建去打他做什麼 不過回到這個問題 他說這個是美方慫恿他講出來的 還是我們自己的意見 吳釗蟹本身是大嘴巴啦 吳釗蟹本身 吳釗蟹本身 他跟波登是好朋友 吳釗蟹故意搞的啦 吳釗蟹是中華民國 從大陸到現在為止 我認為最爛的一個外交部長 這是個狗官你知道吧 有機會就要把他趕下台 不管誰當 蔡英文當總統 我也要請吳釗蟹下台 可是吳釗蟹是蔡英文最愛的愛將啊 就剛才講笑的你沒辦法啊 他在黨內也沒有派系啊 他就是一個人在挺他 那個人就叫蔡英文啊 全黨內都討厭他 但他就一個人 把持著中華民國外交的所有的大權 包括最近的所謂門要斷交的事情 被人家罵成說台灣是一個沒有好處的國家 毫無用處 毫無用處的國家 你看看外交扮成這個德性 吳釗蟹還好意思不要臉在那邊當外交部長 然後自己跑去裏約時報胡說八道 這是吳釗蟹一個人幹的事情 上次他幹了一個爛事情 就是他自己寫 叫中央社記者罵這個 罵這個張志軍 說張志軍故意找他麻煩 就是這種獲赦嘛 所以八流的獲赦當了一流的官 就是現在民進黨的問題 好 八流的獲赦變成一流的官 芳芳 這個問題你覺得該怎麼解決 不敢講這個問題 怕被告 好 沒關係 對 我們今天就是芳芳 不好意思 最後一節因為問題都是這種很硬的問題 所以讓你看一下董事長怎麼過18同仁證 滿厲害的 不過董事長也說你要常來 對不對 董事長請芳芳常來這樣子 好 以上是我們的五董Hollywood 芳芳 仔麗芬 以上是今天的五董談大選 明天是中秋佳節 在這邊我們五董談大選的所有工作人員 祝大家跟來賓 祝大家中秋節快樂 中秋節快樂 對 明天我們休息一天 可是下個禮拜有重要的 9月17號的五董談大選 跟柯P的節目 9月16號是不是和什麼 不知道 現在不能講 又有神秘嘉賓 對… 反正最近就是柯P團隊了 已經開始要滲透本節目 要佔領本節目了 對 我們每天都有神秘嘉賓 但是絕對不是中嘉賓 所以這個可以請大家 好好笑 放心啦 好 以上是今天的五董談大選 希望大家喜歡 下個禮拜一 晚上有喔 下個禮拜一的晚上9點 請大家同一時間 再回到五董談大選 謝謝大家